为因应COVID-19防疫 高中以下学校被迫研制2月25号开学 屏隆部落的孩子大多只能待在家中 或跟着父母一起行动 之前都是在安清班 所以安清班就是有固定的活动 下午就是血评量 目前因为他这礼拜才开始留在家里 所以目前就是跟着我 有时候我会去文件站 以来一乡南河国小为例 与台北科技大学合作的营队 以及在室内举行的社团练习 都因疫情取消办理 因此特别推荐教育部英才网 学生可以自行上网学习 按照道理应该是11号开学 那我们想说孩子在部落 也是没有事情可以学习 然后所以我们就透过 我希望孩子可以在英才网有一个学习的频道 能够上英才网来学习 类似一个人工智慧的一个祭典 那他这个非常棒的就是 他的每一个节点都是在乎 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能力的指标 如果发觉卡住了 他就会这个跳进来设计很多的题目 跟他做对话 那如果孩子通过以后 就会掉金币啦 评论县教育处表示 全县205所国中小学 皆以开通账号 内容包括教学影片 练习题 互动室教学元件等 线上数位学习平台 没有时间距离的限制 因此鼓励孩子善加利用 让寒假学习不中断 云西文巴朗 评论来意 评论是想不到